我知道了 你呀 肯定是在吃少将军的醋 但是我喜欢的 只是少将军的皮囊 我跟你说过了 我喜欢的是你 虽然你这个人 你脾气不太好 又很骄傲 但是没办法 喜欢这个事情 控制不住的 你说对不对 别担心 主人我以后是不会欺负你 但是我想回去了 我也想回天理了 我们明天 我说的是玉理 不是天理 你要走 我本来就不属于这里 那我也跟你回去 你一下 我这下一个 买来 无论 我 都没想到 你 你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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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能带你回去 为什么 我们不是都说好了 要像梁柱一样 生死相依 永不分离吗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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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企月解除了 那 你真的要扔下我吗 你以为呢 我做这么多事情 全部都是为了 要跟你解除寄缘 不 不可能 我不信 你因为我一个堂堂玉璃新王子 你会爱上你这个普通女人吗 可是你说过 你说过为了我 甚至可以放弃回到玉璃新 你说过 你想要和我有很长很长的未来 你说过 你想和我得到所有人的祝福 你说过 你 你要陪我走完这一生 你忘了吗 对不起 是我在骗你 你 若有真爱的情深埋我们的心底 这一晚就已经 那你就 回归你的玉璃将军 永远都不要再回来 我再也不要见到你 我不是